屁股指揮腦袋 當你屁股坐在當中的位置 你的腦袋就會不一樣 不管這什麼黨派 當將 你只要小時候柴米油鹽降茶樹 話講得好酸 郭台銘靠後新政府政策 火力全開 擔心台灣人缺電 我要回答我一個問題 擔心有用嗎 把空調開掉 所有都能關掉 從確定問題一路罵到勞工 恢復七天假 一個禮拜放五天假 你禮拜六禮拜天在人面書 如果你是這種心態 在治理你的家庭 我並不認為 你家裡的小孩會有出息 那剛才學校都放假賺了 我們講我們台灣的假期已經夠多了 洪海股東會郭董開獎好起勁 身為大老闆談到加稅更是一肚子活 我自己賺一百塊要繳四十七塊的稅 當然我都捐出去我不在乎這個 政府的錢有一半是 都花不對地方 那麼不要加稅 加稅的結果是 讓人沒有效率的更沒有效率 郭台銘說在台灣保留英餘還要繳百分之十的稅 但看看國營事業勞動月領二十幾萬 沒業績就是浪費公帑 如果省起來就不要加稅 新政府上任的第一個洪海股東會 郭董話說得重 要新政府好好拚經濟 別拚到倒退路 記者文看是崇文杰 三級小組台北報導 定嘛 明文維 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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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